苹果微软当时你是绝对不去的 微软那是邪恶的象征 是反互联网的 是要把你绑定在 他的那个丑陋的 Windows 3.11 那时候啊 苹果当时正是最差的时候 谁会去苹果 那这就马上就要死的 乔布斯还没回苹果当时 保守的象征 你好 欢迎收听故事FM 我是艾哲 一个收集故事的人 在这里 我会用声音纪录片的形式 带你跨过田梗 穿过胡同 收集那些动人的真实故事 如果你想第一时间收听 可以在微信里搜索 故事FM 订阅关注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中国最早的一批留学热行器 那个时候的留学体验如何 这批人做出过什么样的事情 请收听我们的制作人 武阳带来的故事 白强是我的球友 我们在一起踢球一年多了 他踢中后卫 是个强硬的防守队员 但毕竟年纪有些大了 防守时会是不是出现 第级失误 后来 我得知老白也是位成功的商业人士 1990年 他去了美国留学 亲身经历了 九十年代美国的第一波 互联网浪潮 他前后参与创建了 三家互联网公司 并都成功上市 两家在美国的纳斯达克 一家在深圳 今天的故事 从1986年开始说起 那年 老白考上了当时 全国陆续分数最高的大学 中国科技大学 科大是58年在北京成立的 但是是6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 被签到了这个合肥 既是科大的不幸 但是某种意义上也是科大的幸运 北京的话北京好学校很多 科大也很难这么独特 在合肥呢 那我们就是一枝独秀 所以也造成了我们科大学生 这一种虚交吧 自我感觉挺好的 而且毕业分配是特别好 很简单 我们毕业了如果你不出国 全都到北上过 没有申了当时 就科医院的各个所 本科毕业直接去 但是说来说去呢 就是科大的 由于地处合肥到了80年代的 大家逐渐的就是思维越来越开放 就不太愿意靠国家分配到科医院工作 所以那个时候全国的潮流就是出国 去美国呢就是最好的选择 我们班当时的出国比较差 因为我们数学系不知道为什么英语比较差 即使是这样 最终到了五年级毕业的时候 我们科大师五年当年 应该我们有17人都去了美国 还有东京 就是东京大学 对 生物系最多的时候 50多人 只有三人在国内 别的全在国外 当时出国的这一些 这个89年以后嘛 政策是收紧了 我印象中是这样 你必须得有国外的直系亲属的给你的证明 你才能申请出国留学 就是假设我白强 所有的亲戚直系亲戚 如果全都在中国 那你就没有资格申请护照出国 那两年的政策就是这样 那这个就是很可笑了 但是咱们中国人呢 就是特别会变通 我们家的运气就是 我们家正好有一位我的直系亲戚 是在台湾工作 但是别的没有的这些同学怎么办呢 一开头都痛哭啊 但后来都想了办法 包括认了很多的这个直系亲戚出来的 国外的这些中国华人们 也很支持中国的学子们 比如说咱们俩仅仅仅是同乡 并不是什么亲戚 但是为了帮助自己同乡的学子嘛 也就认他 就开个公正证明说 谁谁谁 是我的儿子 我侄子这样子的 大家后来都变出了直系亲属证明 都变出来了 也都出国了 并没有拦住谁 但是非常讨厌 就是说增加了这么多的这个障碍 你看当你管了那么多 最后中国的这些精英们 当年的精英们还都出国了 但是随着咱们祖国的发展 他们又都回国了呀 也并没有谁强迫他回国 他们都回来了 因为这里发展的机会更多 这说明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票当时也是我父亲的 已经在美国的学生 给我买好寄到国内的 我印象中是700多美元 当时不像今天这么方便 你必须到联合航空中国办数 在上海静安西尔顿 到那去确认这个票 所以为了这个 我父亲陪着我又去了一趟上海 从合肥坐火车 然后特别逗 到了静安西尔顿嘛 这个当年那我还没有出入过五星级酒店 我穿了一个拖鞋 我们中科大学生一贯的 就是比较自由散漫 然后这个门童就不让我们进 你说你不能穿这个 后来只好现场 我父亲把他 他穿了一个凉鞋 把凉鞋脱给我 他穿了拖鞋 我父亲就没进去 我就进去了 然后到了这个UA的这个办公室 然后他给我签了这个机票 如果不签这个机票就作废 对 当然了 今年我读到这个静安西尔顿 正式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这么多年了嘛 我还挺感慨的 这对我来说 还是一个挺有意义的一件事 当时那对我们来说呢 像是一个皇宫一样的 富丽堂皇的 对 1990年 第14届世界杯 在意大利米兰的圣西罗球场开幕 白强钟爱的希德队 在决赛中 以1比0击败了 马拉多纳领先的阿根廷队 第三次赢得了世界杯 而在中科大宿舍里 观看完转播的白强 也飞往了美国的新泽西 继续着自己的学业 我是8月份去的 对 我人生第一次坐飞机 对 当时是在虹桥嘛 也不懂 飞机到了东京 全飞机人都下去了 我还在那上坐 因为我以为跟火车一样 他们都是东京站下车 我要到旧金山站下车 然后后来过来了一个空中小姐 今天我已经记不清 她是用英语说的 还是中文说的 但是她的意思 我是记得很清楚 她说这个你还在这干嘛 我说这个我是到San Francisco 旧金山 她说你要下去换飞机 哦 我真下去 我们当年 起码是我 作为一个成熟的人 是做不到的 很不成熟 一直就在富小 高中在这个核飞机中 也是离着就几站路 不太懂事故人情 一切东西都是比较简单 做中考高考 所以呢 去美国也是考了 托付加义 好像就该去 所以这个好像是一个 阶段性的目标 达到了 今天我读到一些这个人士 说是他们去美国之前 有很多的抱负啊 理想 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 跟大家说 我也没有那么多 我就觉得是我完成了一个 类似高考一样的 另外一个人生目标 我后来的一切都是在美国 又重新摸爬滚倒 好不容易的 算是了解了一点社会 那这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我刚去美国的时候 由于主要是在这个学数学嘛 那么这个小圈子 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大陆去的 所以好像是立即就 木耳其进去了 就是混到了一起 有一次我印象中 我开车 在一个路边的这个小餐厅吃饭 这时候呢 进来了一个美国人 三十多岁 穿得衣冠楚楚 因为餐厅人很多 他就看我一个人坐 他就过来问我 能不能这个 跟我坐在一起 我说当然可以 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说话 他觉得 我肯定比他聪明 因为他得知我是数学 就是先恭维了我几句 我心中很得意的 然后他就说 但是他觉得我做错了 他说如果是他 到了一个另外一个国家 他先要干的事 就是先把语言 掌握好 第二件事就是要 融入当地的社会 而我呢 确实我当时 虽然这个考试成绩很好 但是我的口语是 口音很重 别人都听不懂 然后呢 也不融入别人社会 就还是在中国的学生圈子 在这儿打交道 我们跟美国学生啊 什么的 跟老师们关系都很淡 我当时 心中是一半个瞧不起他呀 我觉得 你肯定数学比我差多了 你学医比我差多了 就我们中国人当时去了美国 老叫人家 美国人叫傻老美 今天我们到我来想 是我们很傻 为什么呢 一个人 首先活在社会中 应该是很 尽可能全面 我们就是会那么点考试 而且当时去的这个中国人很多 我还算是四年级出国 很多都是国内读过硕士 甚至有的都 博士都读了一段时间 又出国 他学的那点课 他在本科学过一遍 他在硕士学过一遍 他在博士又学了一遍 然后他到美国来 再学第四遍 由于咱们中国的教育 是往下填压的 所以用的课本 经常就是美国的影印本 课本 所以那些题 他都做过N遍了 当然我们的考试成绩 比人家美国学生好 但是最后我们的创造力 比到创造力 比到写论文的时候 差距就一下子没了 我现在都觉得 这是一种上天派来的一个使者 告诉我 你这种在钻牛角尖 这种 唯一这种象牙塔是错误的 他后来跟我说 他是销售家具的 他说 我一进来到这个场景 我就会先看 分析这个场景 然后我就觉得你 就是我 白强 跟整个的场景 都隔隔不入 确实 我今天回忆起来 我一个 从打扮到气质 都跟整个隔隔不入 他过来呢 他也是一个很外向的人 愿意跟我聊聊天 最后他还坚决 付了我那顿晚饭 虽然没多少钱 但是当时我记得 他支付了我那顿晚饭 然后祝我好运 在这个新泽西 我在Rodgers 现在中文翻译成 罗杰斯大学 曾经有过一个 四年的大学奖学金 所以在那里的树立统计系 但是后来呢 因为我当时的这个女友 在普渡 那我就决定转到了 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 普渡呢 是一个农村学校 印第安纳是农村州嘛 很多中国大城市去的 即使是当年 上海 北京 广州的 这些区域都很难受 但是我没有 因为我们原来在合肥 在科大 它也就差不多 是个农民地 所以我后来在新泽西 很不适应 我去了普渡 特别的适应 对 我觉得这个 如鱼得水 因为我在普渡 读这个PhD的时候 喜欢计算机 就每天在那儿玩那个系统 当时是UNIX 具体来说 普渡用的是 UNIX的一个变种 IBM AIX 对 是另外一种UNIX 我在国内只是在 我母亲在的 中科大试验室 玩过游戏 对 就是苹果机上 玩过游戏 就是你是小偷 后头有几个人 警察在抓你 然后你就跑嘛 警察快抓上你的时候 你能按一个键 就能买个地雷 让那个警察陷在里头啊 等等 很好玩当时 我唯一的计算机的 这个经验就是 玩过游戏 但是去了以后嘛 先是给导师干活 编这个Fortune程序 后来越来越喜欢玩计算机 然后我的导师 是我们当时的系主任 他是一位女士 他说这个墙看你呢 很喜欢计算机系统 而我们现在 虽然有一个全职的人 管计算机 但是他晚上就不在了 他晚上回家了 老师和学生 实际上是喜欢晚上活动的 那怎么办呢 他说你能不能帮着管一下 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有了一些权限 这时候呢 正好94年 我就下载了一个软件 就是网站服务器 当时有一个人 在前一年 就是著名的Tim Bournas Lee 发明了这个万维网 第一个浏览器也是他 而且Tim改变了世界的这位人 他把这个整个的原代码 他的这个协议 全都公开了 让大家用 我非常非常的容易 他是我人生的开幕 94年我就做了一个网站 是读什么呢 读金庸小说 读这个海外华人 自己写的杂志 华夏文摘 丰华园和新语司 这些都在国外还有 这不过 现在翻墙才能看到 当然你会说 这有什么了不起 我对 我不是写这些文章的 我只是把做成了网站 那你会说 这个网站有什么难的 当年的浏览器 不支持中文 你没中文字体 除非你是系统管理员 才能夹字体 那我就写了一个程序 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中文 转为图片 浏览器都支持图片 所以你看到的每一页中文 实际上都是一个一个的图片 这个很容易理解 对吧 这样子的话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中文 当时我的这个网站 是非常火爆 火爆到这个浏览器 经常给我警告 由于我把浏览器 的带宽 系统的这个磁盘的log 就是记录都给充满了 真的是全世界各地 那是这些现象级 而且当时还没有 Google这些公司 Yahoo也没有 更没有百度这些 然后有一天 我记得很清楚 一个跟我一起踢球的 浏览器 浏览器的华人同学 他来找我 我们从这个服务器的记录 就是所谓的log里头 倒推回去 我们发现 就是有一个加州的网站 有一些访问是从那来的 发现他就是一个 把当时世界上 比较著名的一些网站 分门别类 就列在那 链接 我还记得很清楚 我跟我这个球友 一起笑话了他半天啊 这有神这么笨 自己不会做 就把别人的东西 列在那 这个网站的名字挺有趣 叫Yahoo 这就是Yahoo 但是我承认这个 他是很有头脑的 是上映模式的 但是这就是当时 而且呢 后来我离开普渡去创业了 普渡就警告我说 你都已经不在普渡成为 正式的这个博士学生了 你应该关掉 后来我知道在网上发帖子 问谁都愿意接 华夏文摘就有人接过去了 风花园 就是加拿大留学生 办的一个杂志 也有人接过去 所以都是给了一些网上的同学 只有 其中有一个 叫新语司 那新语司呢 我就给了一个人 他是谁 我今天都没见过 但是后来我得知 他当了微转亚洲援建院的副院长 但过了半年呢 他也去工作了 他到微转去了 他说这个不行 他们大学也不让他再支持这个东西了 周末就有一个人 是我们科大校友 还是我的师兄 说啊 我正在读第二轮博士后 我有时间 他就接过去了 这人就是 真名叫方世民 笔名很多人都知道 方舟子 新语司后来就成了方世兄的阵地 我承认啊 新语司最初是 一共有八个人的编辑委员会 包括了方舟子 方世兄 做的杂志 但是训司网站 就是我一个人 在普渡的一台 IBM Risk6000的机器上 编的成 把它做起来的 方舟子是他的第三任王主了 后来我跟方舟子师兄还是见过 但是呢 因为后来他一直是说 他是中文网络第一人吧 所以这块是有一点这个问题的 我也没跟他再去计较这件事 当年我们也没有手机 但是有人找到了 我在普渡的公寓的电话号码 打电话来 就是要求跟我一起合作 把这个做成商业 我说为什么要做成商业呢 我喜欢读中文 我就把它做成网上 让尽可能多的人读中文 因为当年在国外读中文是很少的 不像今天很容易 当时要拿到一本金庸小说 那高兴的 你都顾不上睡觉了 这个我一直没有得到机会 向金庸老先生道歉 因为当时金庸小说 都被我免费的搬到了网上 对 那盗版第一人当时 但是这个还是非常非常的 令你这个新潮澎湃的一段时间 虽然没有那么多的商业 但是呢 有特别多的事可做 每天都不想睡觉 非常自豪的是说 是当时读中文的网站中 流量肯定是我那个最高 这样呢 一步步地把我的整个兴趣 都拉到了这个互联网方向 我觉得94年呢 基本上定义了我人生 未来的道路 就是在这之前 虽然我的这个数学 数理统计学得还不错 但是我并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但是就在94年 由于互联网 它改变了我人生 我觉得我遇到了我最喜爱 同时也最擅长的一件事 那您为什么那个是 比如离开普渡 没有去 比如我们现在知名的 这些大的互联网 当时他们也都是小公司 或者当时他们都不存在 Google网上是98年 还是什么都是成立的 Yahoo 94年底刚成立 苹果微软当时 你是绝对不去的 因为什么呢 微软那是邪恶 恶恶的象征 是反互联网的 是要把你绑定在 他的那个丑陋的 Windows 3.11 那时候啊 NT才刚出来 苹果当时正是最差的时候 谁会去苹果 那这就马上就要死的呀 乔布斯还没回苹果当时 保守的象征 当时的新兴的公司 像Yahoo Yahoo当时现在完蛋了 Google还没有 Facebook更没有啊 Amazon就是亚马逊 也是后来才有96年吧 好像是 我承认你这个问题 为了非常的sharp 我觉得当时如果我去硅谷 也可能是另外一个情况 但是当时正好有这个 美国人前律师 有了这个主意 就来找我们来做这个互联网公司 就留在了 印第安那州 在印第安那波里斯 当时这个公司还不错 做这个互联网 是比较早的 然后找了我们去创业 这个时候 他们觉得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语言不好 别人听不懂啊 但是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事 我们当时的这个公司 这个互联网公司 要公关美国各个州政府 就这天呢 我们这个创始人CEO 要去跟印第安那州的州政府 包括州长 去谈电子商务 为什么是安全的 但是他不懂 就是我们CEO也不懂 他所以要找个人帮他解释 但是我们的这个负责市场的人 也不懂 我当时负责软件开放 那么我呢 是唯一的真的能懂理论上 懂为什么电子商务是安全的 就是加密解密怎么回事 我们这个创始人就万般无难之余 带我去了 结果没想到 我呢就是天生有这个优点 不切场 觉得对方无论是谁 哪怕后来见过很多 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啊 那个国王啊 这组首相 我从来没切过场 那么到了那儿呢 哎 我们这个CEO很快就说不下去了 我就站起来 然后我比平常说的又清楚 又慢 同时我带一些口音 反而让州长啊 参议员 众议员们觉得这是专家 镇住了所有的人 出来我们这个CEO就觉得 哎 他说强 你平常是说的好英语的话 他就立即给我配了一个这个 Tutor 就是教我口语的 改进我英语 但是同时这件事改变了 我原来就是完全负责开发 但是从这以后 越来越多的情况 他们觉得要让我跟他们一起去 做这个市场啊什么的 我们98年3月就上市了 虽然我们都没有赚什么多的钱 由于那块 印第安那州就中西部 不太流行这个风险投资制 还是是谁出钱 谁就占绝大部分的股份 所以出钱的就是几个 当中西部的土财主 美国土财主 但是公司还是成功的嘛 就完年3月就上市了 此后 白强的商业道路算得上非常成功 2004年 他所参与创建的另一家公司 也成功的在纳斯达克 借壳上市 而现在故事FM每一期要用到的 语音文字转换软件 是由他参与运作的第三家上市公司 科大讯飞所开发的 2011年 白强的创业道路 又回到了他钟爱的足球领域 他和足球解说员黄建祥 荷兰足球队的前任队长 韦斯利·斯内德一起 创建了一家主要业务市 发展中国青少年足球的体育公司 洞巴体育 周末的时候 他也还时不时会来我们的球队 七零战车 踢场球 除了他痛风发作的时候 这里是大象工会出品的播客节目故事FM 我是爱哲 本期节目由伍阳制作 声音编辑彭涵 实习生黄瑞 感谢你的收听 咱们下期再见 我知道94年以后的每一届世界杯 你都到现场看过 那么印象最深刻的比赛是哪一场 99年 中国女足跟美国女足 在洛杉矶 派萨迪娜玫瑰碗球场 争夺世界杯冠军 我是从达拉斯 飞到了洛杉矶去看的 欢迎大家到洛杉矶球 在洛杉矶球场 我们在准备了一场 那场比赛 印象最深 敲锣打鼓 因为加州就是华人多 当时正好是中美关系 最紧张的时候 然后这个民族情绪比较高 包括台湾的华人 都一起跟着那儿唱 熊啾啾 气昂昂 喀骨牙 落江 敲锣打鼓 一半人以上都是华人 那天晚上 我觉得是天气特别热 派萨迪娜也是一个特别热的地方 就是洛杉矶的内陆地方 如果那天要凉快一点 我一直觉得 中国队的技术更好 肯定能得冠军 但是热了以后 技术发挥不出来 反而美国队的那个大高个中场 那米亚艾克尔 他在那一站 中国队都过不去 最后不注意点球啊 什么 当时很有趣 这也是不同的民族情绪吧 我们当时 包括我 那真的就是 把这个上传到了国家 民族的高地 但是美国人 在我旁边有个美国小老太太 在最后一个点出 罚完了中国队失利 他转回身来 向我握手 擒着泪花 This is a great game 这是一个非常努力的比赛 就是他们还是比较平常心的 这还是值得学习的 不用那么上纲